嗨,大家好,我是利哥呀 今天利哥给大家讲的是 酒店经历凭借一人之力 在内战中救下1268名难民的故事 卢旺达饭店 非洲国家卢旺达有两个主要民族 胡图族和图西族 20世纪初卢旺达被比利时统治 卢旺达被统治期间 比利时人让长相较为接近西方人的图西族人管理胡图族人 1962年卢旺达独立 比利时人却把政权交给了胡图族人 两个民族的矛盾就此爆发 掌权的胡图族政府通过广播不断煽动群众的仇恨 许多胡图族人聚集成了民兵组织 肆意妄为迫害图西族同胞 卢旺达饭店的经理保罗是胡图族人 他的妻子塔莎娜是图西族人 二人育有三个孩子 为了日后危机来临之时 家人有所庇护 保罗对出入饭店的政府人物唯唯诺诺 一日塔莎娜的哥哥托马斯和嫂子费登斯来到饭店 托马斯告诉保罗局势愈发紧张 图西族人将难以存活下去 他想带着塔莎娜离开这里 保罗认为有联合国的人和外籍记者在此 并且两族已经签署了结束内战的和平协定 胡图族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便劝说二人先回去 第二天再与塔莎娜商量 没想到下班回去的路上就发觉了不对劲 一车又一车的胡图族军队再四处巡逻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保罗到家时发现了家里藏了一屋子的图西族邻居 邻居们的房子都被烧了 无处可去便藏到了保罗家里 塔莎娜告诉保罗 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玛娜飞机逝世去世了 胡图族激进分子 趁此机会煽动群众 危机一触即发 保罗的儿子罗杰担心小伙伴的安危 独自溜出去查看 好在找到时没有受伤 但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胡图族军队闯进保罗家中 一名士兵认出保罗是饭店职员 便逼迫保罗去饭店给士兵们开房间门 保罗担心家人及邻居们的安全 一再坚持带上他们 胡图族军队领袖 比其蒙格将军如愿得到房间钥匙后 得知所有的保罗家人 大部分是突袭族人 逼迫保罗开枪射杀这些无辜的人们 保罗最终以15万法郎的价格 保下了所有人 然后把这些人安置在饭店里 之后他还收留了20名突袭族孤儿 在众人的期盼下 法国军队终于来了 所有人都以为得救了 然而他们只是接走了所有白人以及外籍黑人 即便是神父 也抛下了突袭族孤儿和修女离开了 留下了一群胡图族和突袭族难民 任人宰割 一日清晨 胡图族军队猖狂地踏进了饭店 一再威胁饭店交出住客名单 保罗偷偷打电话 求助饭店董事会主席提伦斯先生 在提伦斯的牵线下 得到法国人的帮助 胡图族军队迫于压力 值得不甘愿地离开 提伦斯告诉保罗 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肯派兵来救他们 保罗便发动饭店里的黑人们 打电话求助有权势的熟人 又红骗比齐蒙格将军 美国人利用卫星 间谍暗中监控一切 而且提伦斯也十分在意卢旺达饭店 时难民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饭店里的食物很快就消耗完了 保罗只得外出向身为胡图族 冥冥投投的商人乔治购买食物 在乔治那看到了一群赤身裸体的图西族女人 被像畜生一样圈养着 乔治虽然很爽快地把食物卖给了保罗 却扬言等庇护饭店的将军们离开后 就会开始宰杀肥牛 保罗带着食物行驶在乔治口中较为安全的河边 却看到了遍地尸体 触目惊心地堆满那条路 强作镇定返回后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 奥利佛上校带来了之前电话求助 得到出境签证的几个家庭名单 保罗一家也在里面 临走时保罗突然改变主意 他决定留下来与剩下的难民们同舟共计 胡涂族民兵从饭店支援 格莱格瓦口中得知有图西族人要出逃 围追堵截 使得奔可以顺利逃出境外的人们 只能远路返回 保罗给不了比其蒙哥将军想要的供给品 将军大怒停止了对饭店的保护 当夜就有人袭击了饭店 所幸难民们只是轻微擦伤 图西族叛军占领了半个城市 与胡涂族一方达成共识 用胡涂族囚犯交换饭店里的全部难民 上校告知保罗两天后 他们就可以撤退到叛军后方的安全地带 保罗为了争取这两天的安全 带着比其蒙哥将军 去之前工作过的外交官饭店 拿给他许多名表和烈酒 兵行选招刺激将军说 日后他的职业劣迹公主于世 很有可能被列为战争罪犯 如果现在他能帮助饭店难民度过此劫 将来自会为他作证 使他免于酷刑 草包将军在保罗的刺激下服染了 帮助保罗赶走了饭店里的胡涂族民兵 使得他们安全地等到了撤退那天 1268名胡涂族和图西族难民 在保罗的保护下得救了 在叛军后方的安全地带 保罗找到了塔莎纳的两个侄女 并收养了他们一家人定居在比利时 从来不存在好的战争 也不存在坏的和平 战争的终点只会是和平 而和平的终点永远不会是战争 愿清风拂过之处皆无战争 暖阳照耀之地只有和平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是立哥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